日前秀林鄉民代表林一龍及景美村長 招在地居民指控輕微不當 因此提出罷免連數 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連數 並送交相關單位審查 待確認提案資料正確之後 再進入第二階段連數 現在案子送進來了 然後都已送進來的數目都是超過1%提議人 然後審查沒有問題的話 而且超過那個法定標準 那我們就會進入連署程序 那連數程序的話 就是同樣類似的情形再run一遍 而在連數作業同時 8月21號在景美村長召開的 布拉旦社區發展協會 使用範圍的會議時 罷免方跟反罷免方 雙方人馬爆發激烈口角 支持景美村長的族人 成立三站布拉旦自救會 針對提出罷免案的 布拉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提出三項訴求 把布拉旦社區活動中心 還給社區居民 請協會理事長離開三站布拉旦部落 以及請縣府端正布拉旦發展協會之視聽 我們訴求跟罷免沒有關係 只有三個 活動就去還給我們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縣政府去端正視聽 想說到底協會要怎麼做 那第三個的話 請這個人可以離開 對此布拉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高玉珍表示 對於村民不實指控聲表痛心 他也不願意走到提出罷免這一步 但後續相關作業仍會持續進行 目前所次罷免作業將會影響在地政治及部落自治走向 在地居民也高度關注中 原始新聞找到Biz花蓮秀琳採訪報導